改造人在火车上放置炸药 目的是炸死里面的领导们 可当他被安保人员发现时 才知道列车里的领导被换成了儿童 他想要再去拆除炸弹 安保人员却反过来阻止他拆除 目的是要让他们组织身败名裂 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幸运 就在不久前 这个改造人晕倒在马路上 好在及时被一体式玛丽发现 所以把他带到诊所进行治疗 改造人名为科尔特 他也属于过度改造人 必须要持续吃药才能维持健康 之所以会过度改造 只是为了在工地能搬多两块砖 让自己的两个妹妹能吃饱饭 当他醒来后 他说接下来会有一笔很大的收入 到时候就可以还治疗费 玛丽问是母亲的病情恶化了吗 这才了解到 他母亲去给被榴莲公司做一体实验 本想着能有免费一体使用 结果一体安装上去 反而让母亲的身体更糟糕 按照约定失败了会给赔偿金 结果被榴莲公司却拒不支付 又和政府勾结在一起互相包庇 但他接下来要做一份工作 做完之后就能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 说完科尔特便离开了 可他却顺走了一盒防止昏厥的药物 铁朗发现他拖东西便追过来 科尔特见状开始跑路 看他不听劝就直接入侵 跳到一半就从天上掉下来 铁朗迅速来到他摔倒的地方 可却被科尔特一掌打在了脸上 科尔特对他的远程操纵能力大家赞赏 想要拉他入伙一起做任务 可他却不愿意说做的是什么任务 只是留下了时间和地点就离开了 科尔特回到家给弟弟妹妹带了顿丰盛的晚餐 如果任务成功那以后可以天天吃 如果任务失败这就是最后一顿 他看着弟弟妹妹和躺在病床上的母亲 更加坚定了要冒险的决心 到了次日 他的行动地点是英雄的追悼回现场 铁朗和玛丽躲在附近的垃圾桶里查看情况 原来昨天科尔特拿走的那包药物是玛丽故意放的 药物里面有追踪器能够找到他的位置 但可惜铁朗并不知情给拿了回来 他们从垃圾桶里爬出来查看情况 下一秒就被巡逻机器人发现 旁边发生大爆炸吸引了机器人的注意 铁朗趁机操控他 没一会功夫就将机器人占为己有 他看向爆炸的方向 发现这竟然是科尔特做的好事 因为爆炸的缘故 领导们纷纷登上火车准备离开现场 铁朗二人则在上面暗中观察 突然一把枪顶在机器人头上 原来是科尔特以为机器人抓住了他俩 当机器人开口说话 这才明白机器人已经被铁朗控制了 原来科尔特的任务就是刺杀被榴莲公司的领导 他已经在火车里安装了炸弹 只需用遥控引爆就能让他们全死在那 可这时铁朗却不同意他这么做 说杀人来赚钱实在是不对 可科尔特为了养活两个妹妹一个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 必须要争取这个机会 就在他们争执不下时 安保人员发现他们 一顿射击把遥控器给打坏 这下科尔特只能跑到火车上手动引爆炸弹 铁朗便操纵机器人跟了上去 他在火车上差点被撞下去 好在科尔特及时抓住了他 就在这时安保队长找过来了 事到如此铁朗只能帮助他完成任务 科尔特跳过去准备开启炸弹 而铁朗则抱住保安队长限制他行动 很快他就来到炸弹的位置 打开开关开始到即时引爆 回过头却发现铁朗已经被安保队长干掉 科尔特也被其他士兵抓住 本来是很高兴的 因为炸弹已经开启 只要爆炸了家人就能够拿到钱 可安保队长的一系话让他绝望 他们早就料到了这种可能性 领导们进入的车厢并没有跟着火车一起离开 而是留在了火车站 在这火车上的 都是那些抗议被榴莲公司的市民 以及一些命如草芥的儿童 如果你把他们给炸死了 那么你们组织将会被视为恐怖组织 随后断开带有炸弹和市民的车厢 准备让他们被炸死在这里 科尔特拼尽全力挣脱束缚 来到炸弹面前就要解除掉他 可下一秒 一下就让他身负重伤 他拼尽全力抓起炸弹并开启 就要扔过去炸死他们 可这时候却因为没吃药身体再次丧失动力 铁朗见大事不妙 拼尽全力控制机器人 一瞬间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跳到科尔特身旁捡起炸弹 最终把炸弹扔到空中引爆 随后带着科尔特跳入水中逃离现场 当他们逃出来后 铁朗因为芯片发热过度灼伤了皮肤 而身负重伤的科尔特却突然像个没事人一样 他感谢铁朗保住了那些无辜的人 然后请求铁朗操作他的身体将他带回家去 因为自己已经无力控制了 他们一路走回了科尔特家里 看到了自己的妹妹 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最终还是没能改善家人的生活 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